你好,我是利马克 你即将听到的是我们的播客特级《封城日志》的第11集 目前你可以在苹果Podcasts,Spotify,喜马拉雅,网易与音乐等四个平台听到这档播客 这一集的日志作者是来自武汉黄培区的小河 他的一些同学是目前奋战在疫情前线的医务工作人员 《封城》期间他都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欢迎收听《封城日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小河 现在是2020年1月28日星期二,北京时间下午6点钟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湖北省武汉市黄培区 在爷这边过年,是一个离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比较近的地方 今天是28号,武汉封城的第五天 我现在还算比较安全,但是出去街上的道路都被人为的封掉了 基本上待在家里,附近没有听说有什么传染人员的消息 我最早是12月底,去年年末的时候听说的 当时很多人说这个消息主要是朋友圈吧 因为朋友圈很多武汉的朋友,然后也有人发微信给我 说是医院里的医生内部的消息 然后我去微博搜索那个武汉1010,也有一些相关的消息 当时第一反应,我是相信的,虽然我不太愿意相信 因为毕竟也不是一件小事 紧接着我就给我爸爸妈妈打电话 因为我自己是已经回爷爷家了 但是爸爸妈妈还在江汉区住 因为那边离华南海鲜市场是不算很远的 我爸爸妈妈还属于那种比较会听人意见,比较开明的父母吧 他们也非常愿意听我说这些 并没有觉得是在制造恐慌啊散布谣言啊什么的 我爸爸特别是我妈妈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然后出门就戴口罩在家里消毒啊什么的 后来说起那个时候的时候 他说那会儿并没有多少人在地铁上戴口罩 但不管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 但今年冬天流感非常严重嘛 他说但既然流感这么严重 戴口罩消毒这些都是必须的措施 因为我后来去我叔叔阿姨家帮他们做生意 是在黄皮区前川街道那边 然后我一天到晚都在店里 然后客流量就是其实挺大的 每天都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 但是一切都和往年一样和往日一样 没有任何异常 由于我没怎么出门 而且确实店员戴口罩 可能会影响到客人的观感 就没有戴口罩 但是会买洗手液啊 勤洗手这些 然后上半个月我一直在跟进 与这次疫情相关的消息 我总有预感会变得很糟糕 后来我就跟我叔叔阿姨说 我说要不出去买点口罩 然后背着嘛 然后后来我是去药店买的 当时是封城的前一两天 路上也基本上那个时候 开始有人陆陆续续戴口罩 但是也不是特别多 去药店买口罩的时候 口罩很便宜 第二天再去的时候 我们发现已经那个口罩价格涨得很贵了 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疫情的消息 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有一天新闻说 因为这个肺炎死了一个人 我早上一起来看到消息 我就给我叔叔阿姨说 我说 我说因为这个肺炎死了一个人 我说这看起来挺严重的 但是他们都没有什么危机意识吧 可能还是没有 没有那种实感 就觉得这个疫情非常严重 已经危及到他们的生命安全 没有那个意识 然后我当天就连忙 给我爸爸妈妈打电话 我说坐几天就赶快回家了 我说这事情真的很严重 而且估计会越来越严重 没几天后来我爸爸妈妈就回家了 然后一直待在家里 过年之前天气很晴朗 有两天天气很晴朗 我说让他们在家里 把床上用品啊 衣物什么的拿出来曝晒 在家里做一下消毒 做一下卫生什么的 我的春节行程并没有什么调整 因为每年过年 我们都是想一家人一起在家里过 加上我妹妹 两个妹妹 双胞胎 他们今年就要中考了 明年 我准备就是在家辅导 他们的功课 其实大年三十 我是刷微博度过的 没有什么年 为何节日气氛 因为大家都不让出门 然后顶多就是 我和大学室友 我们几个通了视频电话 他们都不在武汉 有的也在外国 然后就和很多朋友微信联系了 爸爸妈妈在给亲戚 他们视频拜年这样的 我是没有看春晚的 我看了因为 之前有说新闻说 会临时加上一个 关于武汉肺炎的诗歌朗诵 我就当 当时我去看了一眼 我觉得引起不适 我就没有继续看了 但是我当时晚上 一直在关注微博上的消息 我非常焦虑 因为那个信息铺天盖地的 各种信息都有 然后会看推特油管 包括一些 然后内地的媒体 主要是看财新网和三连生活周刊 发布的公众号文章 唯一可以说的就是我作为一个本地人 我的生活和我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我的周边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所见到的和听到的消息 和大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看过最暖心的消息是 其实有非常多暖心的消息 我觉得人性之善 人性的光辉 在这种灾难面前 真的是非常让人动容 特别是一线的医护工作人员 还有民间互助 一些自发付出行动 去帮助他们的人 都非常崇高 其实这次我觉得 失望愤怒的心情太多了 但是每次刷到这些很温暖的东西 又觉得常常 还是留有希望 要举个例子的话 就是我昨天还是前天看到一条微博说 四川那边有一个医生 他说请愿来武汉一线 然后让他的朋友不要告诉父母 朋友说让他别去 他回答说因为我是汶川人 这真的非常撼动我 其实因为我也想起来 我妈妈是有一个表姐 她过年那天和我们通电话 和我妈妈说 她自愿临时去口罩厂上班 她是一个四川人在贵州定居 然后有一年去云南做生意的时候 遇上了地震 当时就脑震荡 然后还失忆 谁也不认识 后来抢救过来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治病 去过北京啊泰国啊 现在反正也在慢慢恢复 其实这两件事情一起看 就是会让人觉得 无限接近过生死关头的人 才更懂得活着的意义吧 然后至于让人生气的微博 应该也有非常多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条 求助者的微博 下面评论的网友在各种 要别人证明身份啊 各种质疑啊 评论非常难看 非常令人生气 后来她的父亲去世了 反正怎么说呢 很难过 真的看到那条 她父亲去世的微博 非常难过 人真的太复杂了 人性非常复杂 然后人在网络上的言论 也非常复杂 对于那些基本没有 没有基本功名常识 没有基本的良善之心 甚至没有基本的同理心 共情力的人 我不想浪费什么力气和口舍 也不想跟他们争辩 我觉得 然后对其他人想说 就是注意安全 然后 大家一起加油 因为我觉得胜利是最终的嘛 必然的 我觉得一切灾难 都会成为历史的 然后感谢每个人的付出 不管环境怎么样 我觉得要做善良的人 要做有独立思考 和独立判断能力的人 第十个 封城在家的日子 你都在做些什么 你周围的朋友 都在做些什么 我是在家和爸爸妈妈 妹妹 还有爷爷一起聊天 我自己会看一些书 看电影 听歌 然后写写东西 和朋友联系 我自己觉得 没有压力和负担的时候 自处的时间是非常宝贵 也非常舒服的 我自己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但是这次的话 会有一种 无尽的人们 无穷的远方 都与我有关的感觉 因为我在自己家里 接受的外界信息 会很大程度上 影响我的思考和心情 我觉得 保持注视 也是一种力量吧 我是去年刚刚毕业的 我还没有参加工作 但是我妹妹和表弟的学校 已经下发了 那个延期开学的通知 然后我在网上 给他们报了直播课 好像是2月10号 还是2月11号开课吧 就是这样一个形式 我算是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 我也不太清楚 因为我那个时候才5岁 我没有什么强烈的记忆 但是有听爸爸妈妈说过 也问过爸爸妈妈 他们也谈起过 他们说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不是主要的疫区 没有觉得人人自危 很紧张那样 顶多是在家里做做消毒啊 然后喝一些板栏根之类的吧 第13个 这次疫情的爆发 有没有让你意识到什么问题 或者有没有让你反省 平时不曾注意的事情 还是生命身体健康 在我心里的那种珍惜程度 又在拔高了吧 我的室友 我在大学室友是在日本留学 然后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就给我买口罩寄给我 但是因为后来封城 快递停运了 进不来 所以我后来就没有收到 他本来他也没有觉得很严重 但是看到新闻说 每天的数字都在增加 觉得越来越可怕了 就每天给我发消息 问我在干什么 有没有不舒服啊 或者心情不好 我自己还挺感动的 然后一些回家的 各地的朋友啊 外国的朋友啊 都在不断地给我发消息 问我的情况关心我 然后非常感谢他们 另一件事就是 我之前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的同事 21号回重庆 然后回去之后第一时间就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他没什么问题 但亲戚朋友还是不停地给他打电话发消息 他心情非常不好 过年一个人在家自我隔离 然后爸爸妈妈去了别的地方过年 我自己是觉得很心酸 其实都能非常理解双方的角度 作为从武汉出去的人 自己会担心传染给其他人 然后受到别人这样的眼光啊疑问啊 自己心里肯定会不舒服 但是作为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其实他们也是 想保护自己和周围人的生命安全 我觉得 可以 都可以理解 双方都可以理解 但是还是为我的朋友感到心酸吧 然后另外 另一位就是东北的朋友回家说 每天都被追踪打电话询问 还有就是 我有朋友和同学在前线工作 也有协和的护士 然后我前几天有问他们情况怎么样 是不是缺什么 我每天给他们转发一些援助的消息 然后有个我的高中同学就说了一句说 我不怕 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 就是我会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很朴素 然后 但是也非常打动我 因为毕竟在网上看到的都是 不是我身边的人 这一次是我认识的人 然后他在前线在写和 我觉得这句话 虽然很平凡很朴素 但是我一直记到现在 我觉得真的很伟大 我觉得伟大的人的品质是永恒的 我对部分 国民的信心超越 对另外一部分人的失望吧 我只能这样说 尽管我现在还是负面情绪多 我会 我每天让自己尽量平静下来 但是 嗯 记得有句话是 希望生活总是 失望渐渐淡灭 然后 让希望再从新的地方生长出来 希望每个人都加油吧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